北球 油肉 你要买什么酱 就这样 没有 我的意思是 常常听到的 我的意思是 原来这句是这样使用的吗 对外国人来说 很难理解的 无众台湾人的说话方式 第一 QQ 对外国人来说 这个QQ可以形容的太多了吧 比如说 就是最一般使用的是当然是 食物的时候 或是喝珍珠奶茶的时候 那里面珍珠好Q哦 就是口感很Q之类的 我也满常使用 但是QQ的口感以外 还有会形容其他东西 我只有学过 珍珠QQ 只有一个字Q这样形容 很疑问 嗯? 这个女生好Q 这个狗狗好Q 这个猫咪好Q 哪有的很Q之类的 全部都是Q来形容 为什么? 过来就发现 这个Q是可爱的意思 有一天 谈完头发之后跟朋友见面 然后朋友跟我说 喂你的头发好Q哦 我就跟他说 啊谢谢 然后他 哦 哦哦哦 没错 很Q啊 但是 你的头发 是什么意思 朋友在跟我说 我的意思是 你的头发很卷 嗯? 到底怎么分 Q不是可爱吗? 还没有结束哦 我今天离子的QQ 不是卷卷 不是口感 不是很可爱 三个都不是 第四个意思是 就是QQ 看起来眼镜 掉眼泪的样子 韩国人表现的时候 我们使用 有休rose 或是这样子 一个也可以 这个是QQ 台湾人使用了 所写的范围 太狂大 我没办法完全的学会 比如说 我上班的地方是台北车站附近 所以朋友来找我的时候 朋友说好 那我下班之后 去北车找你 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北车 所以我以为另外一个公车站 或是捷运站是北车 所以我在跟朋友问 你再告诉我北车在哪里 然后朋友说 北车就是台北车站 原来台北车站 大家都叫北车 有一天呢 朋友说 要不要去自宁多 勇斗 勇斗是我不认识的一个新的斗类猫 我知道红斗绿斗黄斗 可是 勇斗是什么斗 他马上就跟我说 勇斗长我们去过嘛 你忘记了 你那时候吃很多 勇斗长 大家都叫勇斗 大家都会说勇斗吗 这么已经过难了 为什么还要选手写 可是索写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就这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也会讲就这样 勇斗到两天才能拿到 好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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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啰 就这样 吃完啰 就这样 讲完啰 就这样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完全不能理解 朋友跟我讯息聊天聊天聊天之后 他的最后一个讯息就是 就这样 然后我就问他 你要去全联哦 你要买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讲这个 然后朋友说 什么意思 我才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耶 你刚说就这样嘛 所以你要买什么酱 再问他 然后朋友说 我就说 就这样 完全误会了 他讲的意思 我讲的时候会讲就这样 但是打字的时候还是不会打 就这样两个字 就这样 写多了一个字的意味 北酬 勇斗 明眼 就这样 第三 在路上欧到朋友的时候 朋友说的 下次再约 我的影响中的台湾人 都超级热情 然后对我太好了 所以 我在路上欧月朋友跟我说的 下次再约 是真的 要跟我再约时间见面的意思 我就这样想哦 在韩国 路上 偶遇以前的同事同学 认识的人 我会讲 哦好久不见 你过得好吗 然后就说 哦好好好 那我们下次 下次一起吃饭吧 桃梅 吃饭吃饭 或是 哦 对 桃梅 你会吃饭吃饭 就会这样讲 可是这个真的会吃饭 或咖啡的几率很低 一个客套话 所以我也常说 我以为 台湾跟韩国文化不一样 所以 朋友说的 应该不是客套话 我觉得 真的我会约 一起吃饭 找一找 我什么时候有空 然后 哦应该 这一天可以跟他吃饭吧 可是呢 他 并没给我联络 然后他就不会约 所以我就 听到了几次 然后回答过了几次 之后 就知道了 原来台湾也会说客套话 好 我们下次再约 嗯嗯 好 就这样子 韩国也是 台湾也是 这是不是全世界共同使用的客套话 下次再约 哪里不约 当然会约的还是会约 第四 你有事吗 在课本上选的你有事吗 你有什么别的月吗 或是你有什么别的计划吗 你还好吗 都一时了 可是呢 我要搬家的时候 我家的长臂的颜色是我选的 然后自己擦的 我有很严重的选者障碍 我在B&Q看了色彩表 看大概一个半小时 因为选择太多了 菜单上的五个六个都选不出来的人 给我了就一百钟的色彩表 是太难了吧 太夸张了吧 然后我就选不出来 就看了很久 我的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很耐心的等我 因为他就知道我有选者障碍的部分 可是呢 可能他也已经说不了了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你有事吗 我没事 我没事 我今天就选这个 选牛气的颜色就好啊 怎么了 你很齐吗 你要去哪里 他就说 哈 换把眼 然后就说 没有 我的意思是 常常听到的 我的意思是 然后就在解释 你有事吗 的意思是 你有毛病吗 你为什么这么麻烦 我没学过这种 很负面的你有事吗 在学校 完全没学过这个 你有事吗 我没有别的行程啊 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我那天过了之后 学会了 你有事吗 的说法 很傻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也会使用 你有事吗 第五 我要去洗澡了 这个是 船巡线的时候 会使用的 某一天 朋友跟我一起吃晚餐 然后吃晚餐的时候 朋友的手机一直响 就是一直有 LINE LINE LINE的声音 就毁了一下 叹息一下 然后就继续吃饭 吃晚餐之后 去咖啡店了 大概晚上 8点 嗯 8点吧 嗯 8点的时候 我们就喝茶 聊天聊天聊天 然后中间 他的手机又响了 朋友就说 啊 我真的说不了他耶 我要跟他讲 我要去洗澡 嗯 嗯 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去洗澡 去洗澡 太色情了吧 一定要讲去洗澡吗 很多利用啊 为什么 我就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用 我要去洗澡 台湾人就不想继续聊天 继续传讯息的时候 就常说的啊 或是就别人对话的时候 好吧 就这样子结束就好了 的时候 会说 好我要去洗澡咯 我立刻 打开我的手机 然后查了 洗澡两个字 好 超级充急 真的超级超级充急 我朋友给我 很多次 我要去洗澡咯 给朋友看 欸 所以 你这时候跟我说的 都不是你真的要去洗澡 都你不想跟我聊天才说的 超傻眼 然后朋友 朋友笑到宝 有什么好笑的 我现在很认真的跟他讲 就是这个是结束对话的方式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一直被骗咯 我以为我朋友很爱干净 很喜欢洗澡呢 而且更夸张的是 洗澡咯的时候 他自己跟我说 我要去洗澡咯以外 你先去洗澡吧 你那会要洗澡 也很多耶 我以为这个都是给我的关系 那时候才理解 真的朋友到底都不想跟我聊天啊 更夸张的是 我之前养猫 养猫的时候 我朋友跟我说 欸 没有 我猫的意思 你猫 有没有洗澡啊 你到底都不想跟我聊天啊 真的说不了 朋友 所以 如果你们说到 我要去洗澡咯 可能他会洗一百年 别人啊 别人 真的完全别人 完全别人 完全别人 完全骗咯以外 大家 真的 我完全骗咯以外 最近我都不知道 我都知道了 我现在刚好想到的是这些 大家有其他的 可以分享给我的吗 我要学起来 我要全部学起来 真的 不想再被骗 台湾人讲话很有趣 我要去洗澡咯 拜拜